夏天到了又是属于湘南的季节 而湘南所在的神奈川县 又是距离东京最近的度假休闲圣地 还有哪些历史跟景点 本集就要告诉你 各位公众大家好 我是公投坚 前阵子呢同事跟我聊起 要不要做赏鹰的主题 但由于当时想做的主题很多 等到影片做好花儿都谢了 只好期待明年 那回想过去呢 曾经赏鹰的地方 全日本当然很多 但记得有一年 我到东京上野赏鹰 之后想要找一个近郊的地方 延伸游览 廉仓的鹤岗八番宫 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正好日本四十七系列 好一阵子没更新 这一集我们就以廉仓为起点 来介绍离东京最近的神奈川县 神奈川很可能是许多旅客出到日本 除了东京以外最熟悉的一个县 如果要勉强做个对照 东京都是台北市 那神奈川县呢就好比是新北市 千叶县因为有国际机场 就比较像是桃园 尽管如今神奈川最大的城市是横滨 但如果要说它的历史古都 那绝对是连仓 因为它是当年元奈朝成立幕府之所在 更是开启日本数百年五家政治的起点 因此我们还是用历史轴线的方式 来开始游历吧 公友们知道现在又要进入什么日子了吗 迎接暑假跟下半年的旅游旺季 台湾上半年最大的旅展即将要来了 LINE旅游也从5月19到5月30号推出线上旅展 在旅展期间天天最高9%订房回馈 还有机票95折的优惠活动 而且只要预定机票加住宿 就可以抽联合航空美国不限航点的来回机票 而且看准了暑假出游的需求 特别推出50大团旅独家优惠 最高两人出游限折1万元 囊括日韩欧美等各项热门的团体旅游行程 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在LINE旅游逛线上旅展还有一个大力多 就是可以一次逛到各位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品牌 除了可以想商品优惠之外 还有LINE POINTS点数回馈无上限 工友们还可以使用我工头间的好友邀请码 成功加入可以获得3点 在LINE旅游完成首购 还可以额外获得50%的回馈 在LINE旅游一站搞定出国旅游时 千万别忘了这些聪明比价赚回馈的小people 同时我们每次也都会提到 LINE旅游也有非常方便的排行程的功能 本集中提到的神奈穿线的景点 也会做成一个范例的行程 供大家可以拷贝参考 连结会放在影片简介栏 请勿错过 现今的神奈穿线在令治国的时代 是属于项魔国跟武藏国的一部分 在11世纪的时候 关东地方曾经发生平中藏之乱 之后就被另外一名武将 元赖信镇压并获得领地封赏 这也是河内元氏和当地豪族的板东武士们产生连结的开始 而元赖信将自己的功绩归功于受到八番大菩萨的庇佑 他也将八番神的信仰从京都带到此地 过了几代之后到12世纪 河内元氏的后裔元义朝兵败平清盛 他的三子元赖曹就被流放到关东的伊斗国 这一部分的故事有看过大和剧的人应该就知道 赖曹后来在他的岳父北条家的支持下 举兵讨伐平氏 获得最终的胜利 并在连昌建立了第一个幕府五家政权 以前我一直不了解 为什么元赖曹要在距离京都如此遥远的海边 作为他的根据地 后来才明白 除了这是他先祖的封地以外 在竹春龚太郎先生的著作 《日本都市诞生之谜》的书中 再度以他擅长的历史地形学做分析 说14岁到34岁之间 居住在伊斗这一带的元赖曹 可以说是典型的湘南boy 海滩南海 享受着山珍海味 跟附近的豪族喝酒往来 泡温泉谈恋爱 想必是厌恶当时京都的卫生条件和环境 再者 连昌背山面海 有着铜墙铁壁般的防御机能 的确也是适合的建都之地 但缺点就是他的腹地太小 偏远而且封闭 那也就限制了他的发展 因此在连昌幕府结束之后 历史舞台还是回到了关西一带 留下这座曾经的古都 成为关东近郊的旅游圣地 如果从空中鸟看连仓 会发现他的中心便是赫岗八帆宫 而门前的参道全长两公里 直直通向海边的有笔之冰 由于创建当时被称为赫岗若宫 这条参道也就被称为若宫大陆 两旁种满了樱花 春天的时候 参道会被樱花形成的穹顶覆盖 仿佛形成一条樱花隧道 也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上阴圣地 而八帆大菩萨最初由京都请来的时候 坐落在现在的有笔之冰一带 之后才签到县址 于1191年建造的上宫跟下宫 依旧保存完好 成为连仓的街道中心 赫岗八帆宫是元赖朝一族的保护神 也成为武士们的起源 以及镇守关东地区的神灵 幕府成立之后 连仓成为政治中心 连仓街道也同时被完善 利用面朝海洋这个地理的条件 开展海上交易 设立连仓武山等等 也使连仓市成为一个文化中心 尽管中间历经一段长时间的衰退跟遗忘 但是到了江户时代的后期 地域内的四色 便有越来越多的参败者到访 明治中期以后 则是被作为靖阳所或者是别墅的建立地点 到了昭和时代 更以观光地区为城市发展目标 除了像我这种历史宅热爱的大和剧之外 还有很喜欢的现代日剧 倒数第二次恋爱 以此为背景 而近年又有描写家族情感的海街日记 以及奇幻作品连仓物语 相信许多人也都非常热爱连仓这座城市吧 前面我们提到庇护元奈朝的北条市 是大和剧连仓店的十三人之主角 其实在神爱川县境内 还有另一座历史名城 则是属于跟前者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北条市 那就是战国时代一度被认为南宫不落之城的小田园城 小田园市由于处于要前往度假圣地相根的路上 记得以前也有许多的行程都会在那边停留 想必也有不少人前往游览过 我们说连仓幕府在14世纪结束之后 政治中心又回到了京都 但是在士丁时代的中后期 15世纪末支配了一斗国的北条早云 攻击小田园 成功的夺取此城 自此在90多年来就成为了后北条的领土 此后他就以这边作为根据地 并且进行大规模的扩建 一直要到1590年 封城秀吉展开了小田园蒸发 这也是战国史迷们非常熟悉的历史 但本集就不多说 但是在这场战役之中 小田园北条家内部意见分歧 讨论半天的结果却导致北条家灭亡 因此留下了一句成语 叫做小田园平定 Odawara Hyojo 形容是冗长却得不到结论的会议 所以以后如果在日本的新闻中看到这句话 你就知道意思了 当然撇开历史不谈 现今重建的小田园城 可以说是一处很好的观光景点 登上天守可以眺望整个香魔湾 以及伊豆半岛的风景 如果路过不妨可以进去参观 而说到香魔湾 之前我在介绍福士会师 葛氏北斋的世界名作 神奈川冲浪里的时候 也有一段特别介绍到 此画的取景地点 一般是认为在横滨市的神奈川区 这是古代神奈川树的所在地 也是现名的由来 而这一段海岸 从山浦半岛的豆子 珠西 夜山 海山 直到稻村岐 稲村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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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区域 就是有名的 湘南 湘南 关于这个地名 当时做了一些考证 我就不再赘述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回头找找 跟着福士会去旅行 这一系列的影片来看 无论如何 距离东京最近的这个湘摩湾的沿岸 无疑是人们最喜欢的海滨度假圣地 最知名 也最热门的 就是从连昌 卡マクラ到 江之道 榎の島 这一段 也提到过 有一年夏天 我特别订了距离海滩最近的一个民宿 想要去圆一个年轻时的梦想 而这个民宿就在 长谷 哈瀬 车站的附近 走路三分钟就可以来到海滨 留下非常好的旅游回忆 而现在 沿线也有不少饭店跟青年旅社 可以供选择 而在这条沿线上 还有小田级电铁 这家名列日本第五大的私铁会社 以及它旗下的子公司 大家非常熟悉的江之岛电铁 都是增添旅游魅力的要素 将来也会另外做影片来介绍 而江之岛 则是非常古老的宗教圣地 从最开始祭祀神道教的 宗向三女神 到了连昌幕府时代 初代将军元来朝又请僧人 文爵 劝请源自于佛教的变财天 甚至成为日本三大变财天之一 历代的关东霸主 包括前后北条家 一直到德川家康 都曾经来自参拜 也成为信众心目中的财神 而江户时代 庶民旅行兴起之后 也就成为朝圣跟观光的圣地 直到现在 而位于神奈川县最西边的乡根 更是传统的旅行团必去的游湖 赏富士山以及泡温泉的景点 在卢之湖 旅客们可以搭乘海盗船游湖 而湖畔有香根神社 由于香根这个地区 其实也是一座火山口 自古以来流传的三月信仰 又成为关东的正护神 湖边的红色鸟居 则是在二战之后 签订和平条约的时候 才建立的平和之鸟居 也成为旅客喜爱的拍照打卡地点 同时香根更是许多特色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所在地 例如成名已久的雕刻之声美术馆 玻璃之声美术馆 还有以印象派艺术作品为主的 POLA美术馆等等 再加上墙罗花坛温泉旅馆等等 可以说是早期的高端艺术之旅的热门路线 而许多年前 我曾经带团去香根小王子博物馆 是以法国作家圣修玻璃 创作的不朽名作为主题 印象非常的深刻 可惜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已经在今年三月永久闭馆 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还有机会重开呢 神奈川县还有一个区块 过去似乎是比较少被人提到的 那就是三浦半岛 在历史上 三浦半岛曾先后是三浦市和后北条市的领地 而到了江户时代 则成为幕府直辖的天领 16世纪有一位英国航海家 威廉·亚当斯漂流到日本 后来他成为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 并且在三浦半岛获得领地 取得日本名字叫三浦暗政 他的这段传奇在1980年代 还曾经被改编成美剧幕府将军 由理查·张伯伦和三船闽郎主演 跟我同一个年代的观众 或许还有一点印象 19世纪之后 外国船舰多次出现在三浦半岛的沿岸 其中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 相关的陪礼纪念馆和公园就在九里滨 这部分在木末跟龙马之旅 讲过太多次就不重复了 而三浦暗政和版本龙马的遗孀 阿龙的墓都位于现在的横须鹤 日本政府意识到三浦半岛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 从明治时期开始就设立了横须鹤镇首府 令此地成为日本海军的一大据点 而在太平洋战争之后 又设有美军跟自卫队的基地 继续维持了重要的军事地位 少年时期的我曾在这边亲眼见过中途岛号航空母舰 而现在如果去横须鹤游览 除了可以参观日二海战的旗舰三立号的博物馆 搭乘小船游览军港 也有机会可以见到海上自卫队的各级舰艇 对于喜欢历史跟军事的朋友 也是值得推荐的游程 至于三浦半岛的西岸 前面提到的豆子夜山高级住宅林立 也说过几年前我曾经受一个旅宿品牌 Staycation的邀请 去体验他们在当地的独栋别墅 和氏旅宿Nowhere but Hayama 就位于天皇的度假别墅 夜山御用底的隔壁 还可以在私人的海滩散步 至于西式别墅左岛 Nowhere but Sajima 天气好的时候更可以眺望海的对岸 绝美壮丽的富士山 OK 最后我们要讲到横滨市 Yokohama-shi 它是神奈川县县所在 聚集神奈川县超过40%的人口 更是赐于东京都的日本第二大都市 横滨的六朴臭早在连昌幕府的时代 就是海上门户 但它真正获得发展还是要到江户时代的末期 神奈川在每日修好通商条约中被定为开港地 而横滨港在1859年7月开港之后 迅速就作为生思贸易港 商业港 客运港 还有工业港得到发展 在短时间内就具有了国际港的规模 并有京港之称 也让横滨发展为日本具代表性的港都 如今我们如果沿着东京湾 从大田川崎一路到横滨 连层不间断的港湾工业跟住宅区 非常的繁荣 原本横滨的主要观光地区 是在滨海的山下公园这一带 面对着公园的新格兰饭店 Hotel New Grand 是从1927年就开幕的迎宾馆 见证了日本观光发展的黎明期 至于现在旅客熟悉的横滨闹区 则应该是1990年代之后 发展起来的横滨港 蔚来21 Yokohama港未来21 包括城市日本第一高楼的横滨地标大厦 Yokohama Landmark Tower 巨大摩天轮的cosmos ward 以及船帆造型的横滨洲际度假饭店等等 还可以延伸到新港的红砖仓库一带 是非常好的散步路线 我也曾经多次跟朋友建议 如果不喜欢东京人和建筑太多的压迫感 其实可以选择到横滨去住宿 特别是在樱木丁义附近 有机会的话入住海景房 日间的景观天高地阔 夜间的景观五彩绚丽 更可以体会到横滨这座港都的魅力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私人的感受 本集一开始就有提到 神奈川县可以跟新北市来做一个对照 而我本身是新北市民 又关注旅游的发展 所以就曾经提出一个 新北神奈川的发展构想 那我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 新北市的确也跟神奈川县做过一些交流 但是似乎仅限于教育跟防灾等等的领域 如果能够在观光跟文化的层面 能有更多的互动 是否就可促进两地的互相了解跟认识 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认同这样的想法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工作间观点的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